台灣總骨車值得更好的發展 台灣總骨車值得更好的發展 我是吳俞清 由於工作的關係 時常台灣日本兩頭跑 我觀察到現在日本的總骨車市場 有著全然不同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 在日本常常看到家庭主婦 手上拿著剛買到的胡蘿蔔 然後一路逛到總骨車的展示間 這是否奇怪 Hunter是日本最先進的總骨車店面 出現在大家幾乎每天都會去的大型商場內 在眾多百貨用品中 汽車與生活結合也似乎合理 在無壓力的購車環境中促進換車行為 這種潛意識激發需求的商業模式 對7到12年才換車的台灣人來說 簡直是不可思議 特別是日本車又不容易換 那麼他們換車的邏輯是什麼呢 日本是汽車製造大國 由於有那麼多的新車廠的緣故 老百姓購買中古車的意願本來就不高 但是近年來購車的目的和意義有了很大的改變 讓日本人從新車轉向積極考慮中古車的原因 大概有三個 第一 車商開始有規模 上市上櫃的中古車企業蓬勃發展 車款的安全 店面的規劃 服務的標準化 全國性庫存的統一管理等 大大消除了消費者的疑問 第二 實務主義 新車一落地就變中古車 所以90萬的新車 五年後賣掉剩40萬 每年的用車成本是10萬元 所以考慮的是一年的平均用車成本 第三 珍惜價值 日本人慢慢學會了用車的好習慣 不亂開 多照顧車 最後把車逛好的車高價收除 這就是共享經濟的基礎 總之 台灣在好多方面 都跟日本的社會相當的相似 有些成熟市場的行為可以用來借鏡